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的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中医常常讲到健康 就常常讲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不饶医生开药方 那秋冬一到 像我手上的萝卜 这可是当季的好蔬果 不过你可知道 今天给观众朋友要开开眼界 这个萝卜听说全身都是饱 从萝卜叶到萝卜皮到萝卜的果肉 都富含非常丰富的营养素 中医甚至把这样的萝卜当作人生来用 那今天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分享健康好萝卜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柏兰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周伟伦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加拿大的好朋友阿龙 大家好 好 再来是韩国的好朋友江玉花姐姐 你好 好 再来我们今天有一个 萝卜好朋友吴成福先生 大家好 好 树青我刚刚讲 这个中医常常觉得 冬吃萝卜 夏吃姜 那萝卜在冬天真的是盛产的季节 我们桌上琳琳很盲目 这个都是市面上其实一般人买得到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冬天要吃萝卜 萝卜真的是秋冬正当令的一个蔬果 连我们古代的大狮词家苏东坡 你也是知道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被流放 在流放的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所以他的狮词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在讲萝卜这件事情的 比如说他就有一个 有一首诗就在搬菜叫节菜 他就说秋来双雪满冬元 就说秋天的时候开始下雪了 去了冬元里面全部都是雪 只看到什么萝卜跟芥菜 但他说吃这两个就已经很够了 其实就能很饱 甚至不用去吃鸡鸭鱼肉 当然这也是他消遣自己的 但真的他们在 你会发现萝卜从古到现在 在东方跟西方都是出现很早的食物 早在埃及3000多年间 他们就开始有种植萝卜的历史 而且我们东方人常说 萝卜是好好彩头 对不对 台湾常常觉得就是好彩头 据说在希腊 他们也认为这是用来祭祀神的 一个很好的农产品 所以第一个 他有好彩头的抑郁 在东西方是一样的 第二他很营养 为什么呢 当秋冬这些萝卜 大家一开始只会想出 萝卜只知道红萝卜有类虎萝卜素 可是白萝卜有什么呢 其实白萝卜第一个 你知道它的维他命C含量很丰富 尤其是你知道吗 它我们知道萝卜一系列都能吃嘛 从萝卜来福籽 中医在用 对不对 籽长出来叫做萝卜芽 对不对 萝卜芽里面的维他命C 甚至比柠檬还高 这么厉害 它萝卜芽是他们所有里面一系列最高 好 它一系列最高 从萝卜芽 萝卜叶到萝卜 白萝卜自己 它的 它的 好厉害 是 所以第一个 它维他命C高 第二纤维高 纤维高你就知道 它会对我们大肠有好处 第三它有很重要的抗癌因素 叫做 所以它从抗癌 然后它萝卜脂还可以抗菌 所以抗癌抗菌 调节免疫到让你漂亮的 萝卜C它都有 所以它又是东西方的好食物 连红楼梦里面 连林黛玉都喜欢炸萝卜籽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好食物 问一下刘医师 我刚刚听肃卿讲才知道 原来萝卜全身都是宝 而且营养素这么厉害这么强 对 非常强 这让我想到 我现在父亲90岁了 每天还自己做萝卜干 身体非常好 你爸爸90岁自己做萝卜干 对 我50多岁了 我爸爸90岁了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身体里面真的都宝 我先讲 我们胡萝卜跟白萝卜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胡萝卜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 散型木 散型科 但是白萝卜跟我们青萝卜 这些樱桃萝卜 它算是十字花科 我们现在只要听到十字花科 就觉得很兴奋 因为它抗癌 十字花科等于 它跟花椰菜是同一科 就是十字花科 那它里面刚刚讲 我们讲木质素来讲好了 木质素它可以 这个一个很好的纤维素 但它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 什么香肠 什么亚硝胺 它可以把亚硝胺的 毒性下降 它可以把这个 多环芳香厅的 这个毒性下降 所以当我们有人说 吃个香肠配个萝卜汤 但我不是鼓励 大家吃香肠 所以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它里面叫 萝卜柳素 萝卜柳素在这个皮特别多 萝卜柳素国外 做研究非常多 它对这个免疫力的提升 它把老鼠 年轻老鼠跟老的老鼠 把它注射 就发现老的老鼠 注射胡萝卜素之后 再给它暴露感染源之下 这些老的老鼠 它的煤系统 居然跟年轻老鼠 是一模一样的 这么厉害 所以我在想到 我父亲为什么很少感冒 一天到晚吃萝卜 另外还可以讲 很重要 它里面诱导干老鼠 一种物质 干老鼠很神奇 我们知道这个煤系统 里面诱导干老鼠 它会产生抗癌的作用 那日本有一个大学 他们很好玩 它把干老鼠的诱导物 萝卜萃取出来的 注射在肿瘤的老鼠里面去 很神奇的是 这肿瘤消失了60%到70% 非常可怕的 所以但浓度非常高 所以可以抗癌 抗癌 对 这就是一个详细 证实的 当然刚刚苏卜讲过 B跟C 所以它是很全方位 营养的一个植物 非常好 真的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 跟苏卜一起出来 所以这个季节 我们才会说 东吃萝卜 下吃姜 那可是呢 今天的萝卜稀奇厉害 我们先请玉花姐姐 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常常在超级市场 菜市场看到这样的萝卜 那有的时候会看到 长成这个样子的是洗干净 然后也去掉它的萝卜叶的 通常我们一般 最常买到的大萝卜要怎么挑 其实现在是萝卜的当季 但是因为今年的天气 非常的不好 不安定 太热 那萝卜为什么冬天要吃萝卜 又甘甜 因为萝卜经过霜 秋天过了以后就有霜了 凌晨有霜的时候 它吸收了霜的精华 其实在它的里面 所以萝卜甘甜水分又好 所以天气越冷 萝卜越好吃 对 养分也不好 夏天为什么我们不吃萝卜 我也不做萝卜食物 因为萝卜本身夏天 它是冬天采收了 它放置在那里 在卖给我们的 夏天的萝卜是冬天收的 它的萝卜是空心 那我们台湾没有萝卜 所以依赖进口 所以夏天的萝卜 可能都是进口的 都是这一种的 就依赖进口 那进口萝卜进来以后 它不可能空运 成本太高 它都是海运 那海运进来的时候 它一定要洗过 那它是用什么东西去洗了呢 不知道 我们常常看媒体嘛 对不对 它用一些东西去洗 然后漂白 还有漂白 它有卖相 所以叫玉萝卜 玉萝卜有卖相 所以如果是可行的话 也质量不要吃这种的萝卜 它的水分不多 那这种萝卜呢 它肥嘟嘟的 它的产品水分多 你现在不用看了 你就摸就知道了 哪一个水分多 这个比较保湿 对 这个比较干扁 对 然后这两个现在都是台湾的品种 对 那我们怎么去学萝卜 很多人问怎么学萝卜 有的人说 这个萝卜一定比较便宜 这个绝对比较便宜 因为它的卖相不好 它已经坏了 你看这种已经坏掉了 为什么它会裂开呢 因为它经过空气 所以它会裂 那这种萝卜你敲就知道 我买萝卜都是敲 非常扎实 声音非常扎实 这个就是里面水分足够 同样的萝卜 这里砸实 但是你敲这里 没声音 声音不一样 这个已经里面是有空气了 不是坏 它就是没有水分了 它慢慢慢慢在失去 它自己的养分 所以它会有空心 这种萝卜 所以有裂口 是因为它经过空气 一直在跟空气斗 这个会有空心 对 所以这个就会是空气 大萝卜 对 这里就可以 还可以用 那你把它切开了 这里不能用 你因为便宜吗 不是比这个还贵吗 等一下姐姐 丢的更多 我们来切空心大萝卜 空心大萝卜 我就好奇它空心好 我就好奇 不好的空心萝卜会长怎样 声音你切下来声音你看 它水分不够了 我给镜头拍一下 水分就少很多了 好 这里的水分就比较多了 这里水分 密质很多 密质 对不对 跟这个同样一个萝卜 它完全不一样的磁血 对 然后像进口的这种萝卜 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来运输 然后保存 有的时候外面很漂亮 但是你切开来里面是黑的 对 里面有黑的 就是因为它空气一直去金饰金饰当 它的养分已经没有那么好 所以当季在台湾 你会建议吃台湾本地产的这样子的萝卜 一种萝卜是洗过的 一种萝卜我是买有土的 有土或比较脏的 对 刚刚就有谈到 萝卜的皮营养非常的好 所以在韩国其实不用包刀 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包刀 那我们怎么洗 这样洗了以后 我们有时用汤匙 就把脏的地方刮一刮就好了 所以连皮都吃 那现在有拆瓜布了 你可以用拆瓜布去 抽一下就很干净了 让我们连皮都吃 所以姐姐当季的 我应该连皮一起吃 用拆瓜布把它洗干净就好 可是如果夏天不是当季的皮 就要切干净 全部要切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它用什么水去洗 它为了保持它的脉象 一定加了化学的东西 好 那除了姐姐介绍 日常的萝卜之外 吴大哥带来的是很特别 哇 长得很可爱的 包含樱桃萝卜 然后包含这个是日本大根 对不对 是 可是大根怎么长这么小根 为什么这不是樱桃萝卜 对 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好 我把几种把它挑出来 那这里头有几种是樱桃萝卜 跟二十字大根 好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樱桃萝卜 对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樱桃萝卜了 你看它看起来颜色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好 等一下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一种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橡红萝卜 橡红萝卜的 好 这个是二十字大根 二十字大根 颜色相当相当的多 好 除了红色白色 还有红色白色 还有红白跟那个 还有红白还有圆形的 二十字大根是一个统称的名词 那主要是说它的生长期间短 它生长大概以这个季节来讲也要三十几天 不是二十天就说了 对 但是它意思就是代表它的生长期是可以极短的 因为它不能太长 要不然这个就老旧了 那二十日的话 你可以从它的叶子就开始吃起来 厨艺 我给镜头看 像这一种日本品种 如果我要吃 我上面当作叶菜吃 然后下面就当作萝卜吃 对 那在日本的话 它有几种吃法就是 它的那个叶片 你可以用沙拉 草食或者是穿烫 或者是做成雪里红 摄物这一些 那它的底下的根部的部分 也是有这几种的食用方式 有一些很好玩的 像萝卜的部分 那它因为品种的关系 会区分成板叶种跟叶叶种 叶子不一样 叶子不一样 你看这个萝卜是圆的 对 边边是圆的 对 好 来 我们换一下 好 这个叫做板叶子 那另外一种叫做烈叶种 这两个叶子不一样 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是因为它品系的关系而已 它其实都是萝卜的一个部分 对 但是它的口感吃起来 其实都相当的清脆香甜 其实台湾人比较少在吃萝卜叶 可是事实上萝卜叶的营养非常功夫 这是这个叶子 对 刚刚看到我们吴先生 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看得好东西了 对 因为这个可以做泡菜 对 这里是泡菜 在韩国是全部就吃这个萝卜叶子的泡菜 然后他们有一种种角泡 萝卜是小小的 就是这样子整个去吃 泡菜是用这里不是用上面 都用 都可以做 所以我到台湾来 他们把这个叶子切掉 你就很不满意 我很不满意 我说你为什么这个叶子不留给我 我可以做泡菜的时候 把这个叶子都丢进去 它是因为他们上面种得太老 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个成分拿下来 可是我发现台湾人一回去就把这个拔掉了 像我的话这个都留起来 那你说叶子很营养 对 因为叶子来讲 第一个它的维他命A的含量非常高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它是非常深绿色 对不对 所以它维他命A含量 如果有些比较好的品系 甚至可以高过 一般人家讲 维他命A比如说猪肝什么 它甚至比它好 比猪肝好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它的维他命B的部分 比如说它的B1 B2 它也远高于萝卜自己的含量 然后另外维他命C更不用讲 它维他命C也比萝卜本身高很多 所以叶子更要吃 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 萝卜是一生是饱 从萝卜籽 萝卜芽 就是萝卜苗苗到 这个萝卜叶都不要放过 因为萝卜叶的 我们包括A B C 都是比它本人好很多之外 其实它的多分类 我们讲这个 如果像这种 因为它一定连皮吃 对 你会吃到更多的多分类的成分 因为你看颜色就知道 对 好 那没关系 待会我们会分享萝卜叶怎么吃 萝卜真的很辣 对 这也是萝卜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抗癌的元素 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好 日本人非常聪明 对 他们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 都会配萝卜泥 注销化 抗癌 然后又高血 再加一个好处 它可以解毒 所以吃撒西米的时候 为什么下面是白萝卜 是解毒 对 不过先给大家试吃一下 我们吴大哥带来的萝卜 阿龙在加拿大有吃萝卜吗 有 而且就是这样 我们吃生的 可能有一个酱料 就直接这样子切片 吃一层生的 可能有一个沙拉酱 来 给大家试试看 我现在拿的这个是紫色的 紫色的 紫色的 它应该表皮是花青素 对 你也直接这样子生吃吗 我也直接这样生吃 紫色不会很辣 好吃 它就是比较厚端 才会有一点点稍微微辣的味道 红色会辣吗 还是会 还是会辣 各种的颜色 它的口感其实不尽相同 我看 那为什么这些那么小呢 这些那么大 那是两种不一样的关系 红色很辣 红色比较辣 比较划算 买大的焦大了 所以 料理上的 这个做什么泡菜就不辣了 料理很多不一样 然后有病蜜的 是这个的泡菜 这个纤维非常多 比一般素菜还多 绝对让你顺顺顺 好 那怎么做 待会儿玉花姐姐会分享 可是刘医师你刚刚说 我刚刚吃红色这个很辣 没错 那个辣到底是什么 叫芥子油 芥子油是萝卜里面 非常重要的烫癌元素 它这里面可以把我们吃肉 里面油脂帮助分解 那其实我们生着萝卜里面来讲 还有很多淀粉 所以很多人说 像我们年纪大人吃这个 对肠胃消耗非常好 它的芥子油会帮我们把肉 里面的油一起分解 所以非常好 那我再打个唱 我吃生的它才会这么辣 熟的萝卜就不辣了 那熟的萝卜这个营养素还在吗 对 它的芥子油会被破坏掉 对 所以这个生的是很好 日本人非常聪明 他们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 都会配萝卜泥 什么呢 就是炸物的时候 尤其炸猪排 对不对 它有两个好处 因为如果萝卜里面 它的淀粉酵素 淀粉酶 可以帮助那个淀粉类的东西 那层粉的分解 而芥子油可以帮助肉的分解 所以它同时帮助你 那个好消化之外 因为它里面这个抗氧化物 非常丰富 你明明已经吃了炸物 可是它让你不要那么严重的 有健康的危害 所以有三大好处 再加一个好处 它可以解毒 所以说沙西米的时候 为什么下面是白萝卜 是解毒 对 真的解毒 没错 其实我们常常讲吃生意片 他们讲说 有关的就是山葵 其实不对的 山葵是指有我们呛纳的味道 但是真的 在吃沙西米 在帮助解消毒的话 其实就是在萝卜里面的 这个芥子油 所以我现在是吃生鱼片 下面的萝卜食 不能不吃 一定要把它吃干净 对 它有帮助杀菌 而且它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说 它是十字花科的 就白色系列是十字花科 大家都知道 十字花科最强的抗氧化物 叫做萝卜硫素 对 但是这个芥子 刚好可以帮助萝卜硫素 分解出来 所以它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它让它抗癌的效果更好 所以一起吃进去 营养素会更好 对 那在加拿大通常都怎么吃 你们会吃到哪些品种 比较像这种萤桃萝卜 对 我比较常见的 其实在加拿大 我都没有看到这种很大 你没有看过大萝卜 我没有看过加拿大 你根本不去菜市场 你根本不去超市 我真的觉得 在台湾都是大萝卜 对 在台湾看过了 但在加拿大我完全没有印象 有这种白色的 所以我来台湾就发生 这是萝卜 然后红萝卜橘色的 柠檬叫红萝卜 我们这里不是有红萝卜吗 我就完全搞不清楚 好 那大哥顺便问一下 像你今天带来的这种 20日的大根跟樱桃萝卜 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挑 怎么保存 还是比方说你刚刚已经讲说 这个叶子像叶菜了 我是不是假设 我这样一整根买回家 我这个要当作叶菜用 这个是不是要分开保存 好的 因为20日大根一根 樱桃萝卜的话 它其实它的生长期间 都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一下 它的枕株的形体是不是正差 如果看到虫洞太多 或者是它的那个 会比较怪的形状的话 这种就不要挑选 因为萝卜属于石是花科的 你看到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其实算是 湿水力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它的鲜度不够的时候 你的叶子看起来就会全球的 就会干了 就会比较干 对 那你如何去判断新鲜的呢 你只要看它枕枝绿绿的 其实它的那个鲜度就相当的高 我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就有点软烂掉了 那变成叶子要漂亮的 表示它整株的保水度都还好 对不对 是 但是代表它的采收期间 比较新鲜 它的那个 因为这个的 它的湿水率会比较高 所以它比较软的比较快 所以你看到深绿色的话 其实都还OK的 OK 好 那我如果买回家 我要分开保存吗 是 以一般萝卜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各位就是 把它分开做保存 我们把萝卜采起来之后 它还在生长 是 还在吸水 它现在还在生长吸水 对 还在呼吸 它还在呼吸的 所以植物也是活的 所以你把这一个部分 把它上半部削掉的时候 它的那个湿水的面积 跟它的呼吸速率就会降低 所以水分的耗损 只会从这一点点的小洞 不会从整个叶面 整个叶片在增散这样子 对 这个整个叶面在增散 那我保存是整个一起保存 还是分开切掉保存 会建议拿到的时候 你是分开把它保存 怎么分 好 你就直接把它切开就可以了 这里切开 或者把它扒开 对 把它扒开 好 那这个当作叶菜保存 那这个根莖类 要不要进冰箱保存 要 两个都要进冰箱保存 两个都要进冰箱保存 放肚子里头保存最好了 那怎么放肚子里头保存呢 接着下来周医师要分享 我们接着再看下去 好 周医师听说要跟观众朋友 分享一个健康养生的萝卜粥 对 我今天介绍一个 萝卜的小朋友 然后大人 还有老公公吧 好 等一下 这个是小朋友 对 那萝卜师是大人 那你把菜包称为老公包 对 萝卜家庭 就刚才大家都一直说 萝卜的全身都是宝 那我们来介绍一个萝卜子 就是大家好像很少看到 事实上在中药店非常普通 在中医诊所非常多 就是它可以就对于一个 你如果老人咳 肝咳 咳嗽 每个医生都治疗不好 最后的绝招一定就是萝卜子 因为它本身对于 对于化痰 止咳 定喘 它会有一个 我们中医师说 冲墙倒闭之功 就它对于一个秋冬天 你就是咳嗽 咳不好的时候 它就可以化痰化得很舒服 让你睡觉的话 比较不会支趋管扩张 所以我今天是用萝卜子 萝卜子听说是萝卜的 干燥的种子 对 萝卜是有种子的 它是色花科的种子 如果它不是干燥过后 它如果放在土里 真的长得出萝卜的 对 但是大部分来说 你一定没有种过菜 一定要干燥之后 才能够去发痞 好不好 它要休眠一下 它要休眠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就可以拿去种了 好 那这个买 这个萝卜子 买这样的份量大概多少 我大概都买五公克左右 五公克左右 你要把它敲碎 中药店都会把你敲碎 用小布袋包起来之后 就可以放进我们要的一个汤品 或牛肉或是粥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这个 周医师是先炖了 把这个卤包放到锅里头 我们看一下这个卤包 在这里 就是萝卜子的卤包了 对 它的药效就会出来了 然后因为有些老人家 他没有办法吃到比较固体的食物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是 柔软性的稀饭下去做处理 那接下来我就用个 吴先生他最好的就是 一个五彩萝卜 那我们用白萝卜下去 那白萝卜它很棒 刚才说维他命C很多什么很多 但是就是有点缺乏 就是它有些东西 其实是煮过来不及的 就煮过会被散发掉 没有效果的 所以我就想到说 我们用他的老公公的一个 萝卜干下去了 所以你用萝卜丝跟萝卜干 来搭配这一个粥 是的 是的 因为萝卜干它有个好处是 它第一个 它其实萝卜它维他命C很多 水分很多 可是其实 所以我们老人家吃了 萝卜皮有钙质 它的钙质很多的 是有钙质 是大家不知道的 所以你削掉皮之后 像花花姐说不要削皮是对的 因为它不要削皮之后 它的钙质在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去吸取它的钙质 对于老人家的养生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就是说 它如果没有被削皮之后 没有被煮过 它有的维他命C 是你可以去吸收的 它有柔酸在 刘医师他的爸爸在做菜煲干的时候 老菜煲的时候 他可以去保存它有一些生物素 又没有那么多的水分 然后另外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眼睛不好 刚才说维生素A 事实上在不要煮过的萝卜 在晒过的生萝卜干 老菜煲里面有些维生素A 是可以保存住 所以对老人家的眼睛不好 或角膜退化的话 它是可以有帮助的效果的 好 那周医师你的这个粥的配方 除了来福祉之外 就加这个米饭下去煮嘛 是的 那加了萝卜丝 那萝卜丝你今天加了两个版本嘛 一个是五彩萝卜 一个是白萝卜 菜桃这个刨成丝 那接着下来呢 那刚才他说叶子 因为事实上他做叶子 做雪里红是很棒的 可是叶子真的太新鲜 舍不得做雪里红 我们就把它当香菜啦 像当芹菜一样 把它纳入这个粥里面 会剩下它一个风味 会有一些青菜的甜味 因为一直吃粥 事实上有时候会比较腻 虽然萝卜本身 刚才如同刘医师说的 它已经可以有去吸收 淀粉的淀粉酶的作用 可是有些时候味道还是不足 就把它放下去 可是因为我都没有加盐 所以我就把它加上一个 就是萝卜干下去了 那我们加上枸杞下去 最后再加枸杞子 对 因为有些人他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冬吃萝卜 夏吃姜 那为什么不 应该是冬天很冷要吃姜 夏天吃萝卜那么凉 事实上在中医的理论是 因为你身体里面为了保护 这个人冬天 我们把所有的热气 都往内脏里储存 可变成你里面很热很羞 怎么办 很不舒服 外面很冷 所以我们利用萝卜 它的一个散气工作 把我们里面的阳气 散到表皮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家枸杞 是帮助它得温暖的 还有柔和的效果的 那最后你再加的是 萝卜干 是的 萝卜干它其实 加上一个豆豉和一个 炒天椒去做一个腌制 效果还不错 而且炒一炒很快 所以我是没有加盐 它的味道就非常的丰富了 所以这整锅没有加盐 它唯一的调味就是那一个 萝卜干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医师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上菜了 是的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了 好 我觉得我们 周医师的养生粥 很有滋味 果然萝卜干是灵魂 萝卜干 真的 你知道我刚才很白吃 我边在想说 奇怪 这辣味哪里来的 幻想到萝卜全身都辣 对 它切实 对 就吃起来会有微辣味 对 我们很喜欢把生食跟手食 如果在卫生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个搭配 因为其实萝卜的话 生食它是对胸隔以上 去说化痰 比方说打嗝 它打嗝 它会去化嗝气 可是熟食的话 它说排气 会让你屁增多 排气量增多 会让你健康 肠胃道会增加 它的通畅度的 对对对 不过它这个纤维要注意一下 我们常讲的 消化到系统不好 或者说 你刚手术完肠胃道的 我们常讲 还要用什么高纤的 原则不对的 譬如说每100克的 这个白木耳 大概是63克的 这个纤维 可是在萝卜来讲 就1.2克 所以它是非常的 低纤维的东西 所以像我们消化的不好 刚手术完化放疗的病人 消化到吸收很弱的病人 像这种粥品 用点白萝卜炖进去 非常好 对于消化吸收是非常好 温和 很容易温和 对对对 吸收也不错 好 那刚刚讲 阿龙也要跟观众朋友 分享一个萝卜沙拉 鸡肉taco饼 没错 厉害了 没错 今天就是有 我们这里有我们的鸡肉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酱 这个酱哪来的 这个酱就是一个 Chipotle 像一个墨西哥辣椒酱 没错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辣椒酱 让它更辣 还加了一些干辣 你们喜欢吃辣吗 可以接受吗 可以 韩国人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对啊 你用了两种墨西哥辣椒酱 调了这个酱吗 还有加什么 还有一点点的自然粉 对对对 所以调起来就是这个颜色 没错 对对 好 那所以做好了酱之后 准备鸡胸肉 对对对 我们的鸡胸肉 还有这里有准备一个萝卜 萝卜沙拉 加一些葱 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个 简单的沙拉酱 就是柠檬汁 还有橄榄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对 所以 OK 那所以鸡胸肉 这个就要沾酱来煎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先 我们准备了去皮的鸡胸肉 而且阿龙好像有把它对切破了 对对 这样就比较快 你直接沾你那个辣酱 对啊 对啊 辣酱是煎的 墨西哥辣酱加上更辣的墨西哥辣酱 所制成的辣酱 好 好 那我们先上第一块 好 我们先上第一块 你可以帮我倒一点 倒一点油 因为我们鸡胸肉是没有油的 那鸡胸肉沾了一点这个墨西哥的辣椒酱 那我们要来煎这些鸡胸肉 OK 所以呢 好 跟刚才那个周医师的那个粥比起来 这个看起来很够味 对 非常够味 而且感觉像韩国烤肉 对 只是它是墨西哥辣酱 不是韩国辣酱 对 韩国辣酱会更红 因为刚才周医师那个粥 让我想到那个 苏东坡跟黄亭间两个人 在那边鬼扯淡的时候 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 有一天那个黄亭间 就跟约苏东坡吃饭 他说我要请你吃这个东西 他就写了一个三个白叠在一起的字 就是叫 他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叫宴 三个白字堆在一起 叫 叫 很像叫子的叫 然后苏东坡就很兴奋 又有黄亭间要请我吃什么好料 去到他家凯杠很久之后 终于端上来了 这个叫就是三白 哪三白呢 盐一把 拌一碗 还有白萝卜 白饭白眼白萝卜 对 他为什么有这三白饭 因为苏东坡之前鬼扯淡 说我当时流放在狱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只给我吃这三样东西 然后他自己忘了 所以黄亭间又说 我要请你吃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 开始我们的沙拉酱 很简单 就包我们的柠檬 柠檬 最好玩的部分 所以你的萝卜沙拉拉先放的是柠檬汁 对 柠檬汁 大概一半就好了 好 一半的柠檬汁 然后你的橄榄油就多一点点 所以有一点点油醋 油脂 对 那我们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另外的taco饼 好像也要加热 对不对 对 加热就比较好 比较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对 但不用很多时间 其实很快 很快把它烤了 这种taco饼要在哪里买 这个我就去那个 收购楼下那个是 超市 超市市场 对 就好了 对 你喜欢吃墨西哥料理吗 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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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这个也是必要的 如果你要吃墨西哥菜 你一定需要一些酪梨泥 超好吃 超好吃 这个也没有加什么其他的盐巴 其他的调味料 就是这样 阿龙 你的酪梨只有酪梨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 那就把它打成泥 对啊 好 健康好生活 一会很简单 一会健康 好 厉害 OK 这个好了 下一个 它的做法很简单 但是我很惊艳这一盘肉 原来墨西哥的这一种 辣肉酱是这样子做的 对 我看起来觉得还蛮够味的 它立刻有味道 它的鸡肉没有事先调味 对不对 它所有的调味就是周围的辣酱 对 好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 生活步调很快 你很忙碌 或是你像我一样也是个狼骨头 但是你喜欢吃好吃 那你就可以做这道菜 很快 很快 对 其实我想见这种人 那个像鸡胸肉 他们沾点辣椒酱就干煎 是蛮好的 因为它本身没有太多的油脂 我们韩国菜没有爆炒汇 当这样子弄的时候 煮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它整个呈现在上面 很爱吃肉的 或很大量吃肉的 它其实可以消掉一个 肉对身体的负担 它会让你身体也是轻松的 代谢是好的 其实如果想见这种人 那个像鸡胸肉 他们沾点辣椒酱就干煎 是蛮好的 因为它本身没有太多的油脂 可是问题是要减肥也很难 因为它会一口接一口 所以你的量要超过 对啊 超香的 好 我们继续烤我们的taco 差不多 差不多 鸡肉好了吗 差不多 早就好了 早就好了 再烤就老了 再烤就老了 对 干的鸡肉 好 那阿龙 你要做taco饼的这个饼 怎么上菜 你不会做taco饼吗 我不会 oh no 来做一个 我的荣幸 教你怎么做taco 好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肉块 鸡肉 对 好 我们一块肉块 对 那那个这个把它切块 真的熟了耶 姐姐你刚刚是如何判断它熟的 硬度软度就知道了 你用眼睛看你就看到了 然后火候就知道了 就看知道了 它即使刚才那个大火一下去 对 一分钟都不用就熟了 真的 鸡胸肉这么坏熟 然后它那个水分都会锁在肉上 玉鸡胸本身没有脂肪嘛 对 那你这样的话太久它会裁掉 我刚刚担心鸡胸肉有厚度 可是厚度 可是它熟得比鸡腿肉快 快 对 因为它没有脂肪 对 好 泼不泼肉差别就在这 我现在涂那个酪梨酱 好 我们现在先涂的是酪梨酱 那把酪梨酱涂满之后 上面放刚刚煎好的鸡胸肉 对 大概一条直线的肉 然后再把我们的沙拉再拿弄 好 沙拉把它搅拌 这个沙拉只有调了一点的橄榄油 跟一点柠檬汁 对啊 其实如果你要加一些 什么甜椒或是其他的 也都可以 对 番茄其实都可以 OK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觉得我们阿龙的taco简单又好吃 谢谢 没想到 这个酪的当然会做墨西哥菜对吧 会不会太辣 不会 会吃辣不辣 会吃辣不辣 因为它加了酪梨酱就平衡了 对 其实一点都不辣 就是一点都不辣 但是口感很丰富 而且它这个酪梨显然就是 等到很熟透的酪梨 所以它非常的滑嫩可口 然后完全中和墨西哥酱的辣味 我觉得最聪明的做法是因为 我们台湾人吃这个萝卜的吃法 常常是因为加热之后会上吃 包括维砂米C或一些抗癌的成分 可能都因为这样流失 可是你看它做得非常好 因为它的萝卜是生的 它的萝卜液是生的 所以它完全保存了 而且它是吃全部的萝卜 所以我们都知道萝卜皮里面的 萝卜流素是比较高的 萝卜液里面刚才说 除了ABC都比较多之外 其实其他像我们这样的 所有植物性的化合素像多酚类 类黄酮也都比较高 所以它这样子的吃法 比我们传统的吃法 更能吃到萝卜的好处 我们两个医生都赞不绝口 而且他们两个都刚才 就一直偷吃了 对 我们现在营养的角度来讲 是因为刚才花花姐就讲到 是它可以解任何的毒 但事实上它也可以削任何的肉肌 如果任何人 或很大胆吃肉 它其实可以削到一个 它会让你身体也是轻松的 代谢是好的 好 那花姐也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韩国人也非常爱吃萝卜 韩国人是超爱吃萝卜 对 厉害 它冬天韩国人没有太多的水果 水梨 苹果 还有小的柑橘 还有柿子 没有什么水果 那冬天水果这么少的状况下 它水果一定很贵 然后他们就吃萝卜 韩国的萝卜是比台湾还好吃 因为它天气的关系 更能 对 然后它后面后段部分 是绿色的那种 他们都可以切着萝卜当水果吃 直接生吃 没有嗆辣的味道 非常的甘甜 有 你看他们那个韩剧里面 水分非常高 刚刚妈妈都这样子 对啊 那个大白菜的菜心娃娃菜 他们就是当水果吃 真的是这样子 好 那花姐要先分享一个红烧萝卜 对 我们是一个红烧 一个两半 那红烧的我们先把萝卜 这样子把它切成差不多 0.8到1公分的厚度 不要太薄 不要太厚 太厚你要卤的时间更久 这样子 好 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我们把萝卜切成片 那大概0.8公分的厚度 对 我们韩国菜没有爆炒灰 这三个字是韩国菜是不会去做的 它不会爆 去炒 所以韩国的厨房 它根本就没有 比较没有油烟 什么门 什么它都没有 好 你先下的是萝卜 而且没有下油 而且干锅 你干锅下萝卜 没有关系 我控制得很好 这个锅这么厚 然后洋葱 我非常喜欢用洋葱 洋葱很多人怕它这个洋葱的味道 可是经过你处理之后 当然我们这样处理它的养分会流失掉 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养分在 我们花姐就是大气 整个洋葱也是全下 是 全下 好 再来 葱 葱很贵的时候 台风季节一把葱都要400块的时候 很多人葱叶子不会用 我很会用葱叶子 不用葱段 就是用葱叶子 非常的好 葱叶子下 那我们现在重点来了 这是什么 蒜泥 蒜泥大概要半尺 大概在两三颗的量就可以了 两三颗量的蒜 磨成蒜泥 磨成蒜泥 你拍成蒜泥也可以 然后酱油 差不多这个是三分之二的萝卜 刚才我们那么大的萝卜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话 我们大概是加60到70的酱的CC的量 看你喜欢咸的程度 不会太咸 然后我们加糖 来 我们有一点点的糖 那咸度就靠这个酱油的咸度了 糖我们要看萝卜 因为有的时候萝卜它会呛辣 我们糖多加一点点 如果不辣 韩国萝卜就加一点糖就好了 糖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 因为今天萝卜比较辣 我们加了两个小匙的糖 糖 然后我们加辣椒粉 辣椒粉要多少 假如说家里有小朋友 我们加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带便当超好吃的 我家那个小女儿 我们都叫她萝卜小姐 表示妈妈做的任何萝卜的菜 她都超爱 每天带这个便当她都不嫌烦 那你想要嫁给阿龙的是萝卜小姐 萝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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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有煮了 明年就结婚了 是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 好 那我们这样子 这个是看自己的家人的 吃辣的程度 我们就这样子了以后呢 这个是韩国辣椒粉 对 那我们这个 把猪肉我们摆在上面 因为猪肉这是片 我都喜欢用梅花肉来做菜 梅花肉做菜 它就不会有可以失败的产品了 因为梅花肉它的油花分不均匀 不会太油 也不会太那个 那我们这样子买来的 或者你自己家里切 它会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的时候 它煮的时候 它也会粘在一起 变一个块 所以我希望是说能把它 把它分散掉 这样子摆在上面 我们花姐很大气 萝卜全下 洋葱再下 再来就是冲断 然后直接把梅花肉片 直接铺上去 对 那最厉害的是这个酱汁 这个酱往肉片身上连 上面 我们为什么不一道一道弄 当这样子弄的时候 煮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它整个呈现在上面 现在看起来像韩国烤肉 好 那我们这里就加水 好 再加水 对 我们也是一样 看我们的火候 加上我们的萝卜的 甜度加水分 如果说萝卜像在夏天之后 你的水要多加一点 糖要多加一点 像现在你看我们萝卜好吃 我们就可以少加一点 差不多100到150cc的水就可以了 所以差不多跟刚刚的 因为萝卜本身会出水 对 会出水 所以我们需要的水分 不需要那么多 对 会导引它水分出来 所以你再加了水 再把它淋下去 对 所以就开始要红烧它了 红烧它了 那我们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麻油或者香油 当然尽量不要用黑麻油 因为胡麻油的话 它会苦 那现在我们所有外面的产品 除非它是100%的麻油 你100%的麻油 我们就要加一点沙拉油 或者说橄榄油都OK 因为我们猪肉本身它会出油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买的东西 都是调和油 它里面已经有沙拉油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加油了 我们就淋麻油上去就好了 淋一点麻油 对 就这样就好了 大概只有淋一匙 好 那我们盖盖子 好 姐姐 我们盖子要差不多40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你要时常去注意 因为有的浮在上面的萝卜 它比较不容易入味 那你就把它位置给它调整一下 这样就OK了 好了 那我们再来做这个凉拌的 好 我们炖煮它的同时 我们花姐准备了萝卜丝 萝卜丝要凉拌 好 这个萝卜丝 重点是我们切了丝以后 我们这样子的 这也是半根蓝 半根的萝卜 然后我们加盐 现在不加了 因为这个过程我已经做了 盐差不多这样子的一汤匙 平的就好了 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也是导引它烟融化 给它抓 给它抓类似杀青 对不对 抓了以后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了 你多抓几次它就快 我们手有温度 它速度就相当快 然后把水分要捏干 萝卜会搓水 好 水分捏干就是现在 就变成这样子的状况 它就软啪啪很听你的话了 对 好 这样子之后 我们刚才用的是葱叶的部分 你看那么多葱叶 我们才切了这么多的葱 葱白 葱白出来 所以葱很贵的时候 不管贵便宜 我们都可以去把它 去用 好 所以就把刚刚的葱白葱丝拿来下 好 我们都下 因为葱对我们身体也很好 然后我们一样加 韩国呢 蒜泥也爱蒜 可是少了蒜跟葱 它就是尸体了 没办法做 它没有活力 对 一定要蒜 韩国辣椒酱很多 蒜味蒜酱 对 可是那个是加工买的 我们就不要 我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自己的味道 今天请花姐来做 韩国正宗辣椒酱 对 然后加芝麻 芝麻 对 好 然后加点辣椒粉 辣椒粉也是一样 看自己的 好 着亮 对 着亮 看自己 然后我们今天是现吃 如果你要这样子拌了以后 摆在冰箱保存就不要加醋 醋会改变你的味道 我们现吃 所以我们加一点醋下去 那个口感是非常的好的 大概只有一小尺的醋 对 也可以解这个辣椒 萝卜的辣 那我们现在加糖 这个直接拌一拌 就是现吃的小菜 就是现吃的小菜 韩国真的很多萝卜小菜 对啊 糖差不多也是一汤匙拌 我们少加它甜一点点 那我们刚才腌过了这个萝卜之后 我做菜向来都是说 不管任何时候做 每一次做菜 我都要尝一下 好 那二厨也可以偷尝一下 对 那边有甜 就是看它的咸度 我们再来加盐 淡了一点对不对 对 那我们再加一点点盐 可是很脆很好吃 对 很脆很好吃 这样吃就很棒了 加一点点盐就好了 因为我们刚才有那个盐分 好好吃 好 很脆很好吃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开始把它抓匀 对 那我们花姐 稍微把它拌起来抓匀之后 立刻变成红的丝了 对 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像台湾人有一些人吃那种腌高丽菜 辣高丽菜 对不对 对 现在的质感跟颜色有点像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是怕说现场有的人 我的话可以再加辣椒粉 如果是这样子你也可以 好 再加一点点的香油 如果放冰箱就不要放醋 不要放醋 那韩国它有一个摆菜的方式 就跟意大利菜一样 盘子多大它不管 就摆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你去看韩国小菜那么多十几到二十种 其实你倒在一个盘子就一盘而已 对 然后一样把它往中间抓 对 那抓得像一个球状 一个锥状 对 那往中间抓就感觉可以直接上菜 对 很漂亮 对 在这种状况上 你如果说要再叫它漂亮一点 上面再淋一点芝麻 餐厅就这么卖法 OK 这样就这道菜也完成了 好 那我们这个要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所以等一下 好 那我们就再炖一个半个小时 香 好 姐姐 我们这个锅 再炖一个半个小时 都会汤汁入味了 对 好香 整个摄影棚都是红烧香 等一下 芳芳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来 都溜口水 我的妈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了 我们花姐的小菜 这个萝卜腌菜太值得学了 这两道菜都值得学 萝卜腌菜立刻腌 立刻入味 立刻可以吃 最重要是它马上入味之外 因为这个做法 它那个脆感完全保留住了 就是说它很脆 可是又入味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学着做 这太简单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萝卜的旺季 它的红烧菜也值得学 这个红烧 这真的厉害了 它这个酱汁 就是那种辣辣香香 咸甜甜 又不会太辣 对 你就觉得说在这个季节里面 只要下一把那个QQ的外省面 然后把它拌进去 它就会把这个汤汁 通通吸在面体上 滚下去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好 那周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到底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萝卜 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吃 对 中医有一些小问题 会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在吃人生或单位的时候 这些补气要最好不要吃萝卜 那是对的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在人生要补气 还有单位要补气的时候 因为刚好萝卜是可以行气散气 它两个药效会比较相克 所以我们在一个药食同源的萝卜 跟人生是不要一起吃的 另外就是一般来说在吃药的人 一般来说他比较气虚 他比较破皮 本来就气比较弱一点 本来就不设施 因为萝卜比较容易腹泻 肠胃不好的 面色比较差的 手脚冰冷的 甚至有些像有些先兆性出血流产的 公缩比较容易快一点的孕妇 我们是建议他不要吃太多生死萝卜的 那问一下刘医师 网络上听说关于萝卜有几个谣言 对 第一个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个 我们常吃便当 刚刚一花姐他讲那个黄色的萝卜片 其实那个有点问题 那个一般用盐基性的戒黄 那个是有过敏而且会致癌的 所以只有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看到便当有这个黄萝卜片 都不太敢吃了 这第一个提醒大家 第二个来讲很多人说 红跟白萝卜合在一起 会抵消一些 它的一个维生素C的作用 它是说因为白萝卜里面有维生素C 可是红萝卜里面有一种 分解维生素C的一种酵素 可是不要担心 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在组了之后 其实它分解酵素也会被代谢掉 它的维生素C其实也下降 是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很多的 甲当腺的病友问我们说 这个萝卜片吃的话 会不会造成甲当腺肿肿大 因为我们在萝卜里面 有一种叫硫氢酸盐 它是一般会结抗这个点的吸收 那市场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除外这里是很严重的缺点 造成的这个甲当腺肿大 或者你一天吃五公斤以上的 这萝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要太担心说 吃萝卜之后造成甲当腺肿大 不要担心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下次同一时间 我们准时再见 拜拜 拜拜